嘿,大家好,我是Mark 那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我们平常血液测试里面的胆固醇 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跟我们的甘油三脂应该如何解读 那这个坏胆固醇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坏呢 那首先呢,跟大家声明一下 我本人并不是医生 所以今天呢,讲的内容只是做科普的用处 并不构成对您的医学建议 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医学问题的话呢 还是要去找您的医生去详细的诊断一下 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主要是学习于澳洲的一位Paul Mason的医生 我是看他的YouTube视频,然后学到了以下的内容的 那我也会把他的原视频链接呢,放在下面给大家参考 好,我们首先说最后的结论 当您拿到报告的时候呢 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去判断自己的血液指标是否健康 一,如果您的这个甘油三脂triglyceride小于0.5的话 那么这是健康的 第二,如果甘油三脂不是小于0.5 但是您的高密度脂蛋白HDL是大于1.5的 那么也是健康的 如果两个都不符合的话呢 你把甘油三脂的这个数值去除以这个HDL的数值 如果得出来的数值是小于0.8的 那也是健康的 那如果以上三个都不符合的话呢 就会建议你去做一些更深入的血液检测 大家可能有点奇怪 以上我根本就完全没有提那个所谓的坏党固醇 我们的LDL 难道这个东西是不应该被关注的吗 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析以上所有的步骤的根据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 所谓的坏党固醇并不是都是坏的 Paul Mason医生呢有一个病例 那他的数字呢是这个样子的 这位先生的总党固醇是8.8超过了上线的5.5 他的这个HDL呢是1.7超过了上线的1.5 然后他的这个所谓的坏党固醇LDL呢是6.7 也超过了上线的3.5 那保险公司呢就因为他胆固醇超标 为由呢就拒绝了他的核保 但其实呢这个人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他全身几乎都是肌肉 几乎没有什么很多的脂肪的堆积 其实他的健康程度是远超过一个正常人的 所谓的不好的数据跟实际的健康程度差这么远 那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关键点就是我们对LDL低密度脂蛋白的认识 首先呢LDL它其实是人体一个很必要的一个组织 没有了它是不行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东西是纯粹是坏的 它为什么还会有一个最低限制呢 难道0不是更好的一个状态吗 而真正不好的这个LDL呢 是一个叫做糖化或者是氧化态的LDL 那这种不健康的LDL呢 很容易穿过我们的血管壁 堵塞我们的血管 会很大程度的提升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可能性 而真正要判断自己身体里的LDL 有多少是这种不健康的成分呢 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LDL分布的例子 那LDL呢分成7个部分 其中呢只有1号区域呢有一个峰值 这样的情况代表你的LDL呢 是都是属于健康的LDL 那再来看一个不健康的例子 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LDL除了在1号区域以外 2号和3号也都分别有一定的峰值 这呢就代表整个LDL含量里面 有不少的是糖化跟氧化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们的健康的LDL 会变成氧化跟糖化的LDL呢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血糖长期过高 当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个葡萄糖 长期处于很高的范围的时候呢 葡萄糖就会跟LDL结合 形成糖化LDL 而糖化LDL呢又很容易被氧化成氧化态的LDL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去评价一个人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去看它的一个关于糖尿病的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的糖化血色素HbA1c的这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红血球里面的一个蛋白质跟糖所结合形成的一个物质 这种糖化结合的过程呢是不可逆的 它只能随着我们的血细胞三个月自然死亡以后排除我们的体外 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这个数字去代表我们过去三个月平均血糖的水平 那如果糖化血色素的程度比较高的话呢也就说明你的血糖比较高 那么我们的LDL变成糖化LDL甚至变成氧化LDL的可能性也就提升了 好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LDL水平到底是健康的还是有糖化跟氧化的水平呢 那这里呢我要插播一个小知识 我们平常最常见的这个跟脂肪相关的血液测试里面呢 包含四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总胆固存 一个是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 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甘油三脂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四个数里面其实只有三个数是测出来的 而另外一个数字呢是估算出来的 你猜的没错 这个估算的数字呢就是我们的LDL 简单来说这个概念是这样子的 总胆固存呢等于HDL加LDL 还要加上一个IDL跟VLDL 做我们刚刚那种非常详细的这个测试 非常的费力 所以呢一般的检验机构呢就做这样的一个简化 第一我检设这个VLDL是某一个数字 第二呢我假设这个LDL是0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用数学公式去算出来我的LDL是多少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测算 不过我们不用管这些 就算你知道了你的真实LDL的值 你也不知道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但幸运的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HDL和我们的甘油三脂 这两个数字来判断你的LDL的健康分布水平 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下好的健康的LDL呢我们称之为A型 那参了不少糖化跟氧化的LDL呢我们称之为B型 那么有研究发现这个A型跟B型的分布啊 跟你的甘油三脂有关 这张图呢绿色的线呢是A型红色线呢是B型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的甘油三脂的成分是小于0.5的话 你的A型LDL的概率呢是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 那超过0.5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同样的我们的HDL呢也有类似的关系 那这张图呢是我们的HDL跟刚刚说的A型和B型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的HDL是大于1.5的话 你也是非常大的概率身体里的所有的LDL都是健康的LDL 那如果低于1.5的话呢就有一定的风险 再来我们把甘油三脂除以HDL的这个比值 再去跟A型和B型去做对比呢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发现这个比值如果是低于0.8的话 那你也大概率呢拥有一个健康的LDL水平 那这些很重要的关系呢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用高密度脂蛋白 HDL和我们的甘油三脂来推断你的LDL里面的成分是否健康的一个实验数据 那这里需要留意一点呢是我们用了一个非常之保守的标准 如果你的数据符合上面三述里面的任何一条的话 你的健康的概率呢是非常高的 但如果三条都不符合呢从一个统计的概率上有一定的风险 你就建议你可以去做更多的测试来研究自己的身体 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健康情况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保罗梅森医生的那个客户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人呢其实在第二点也就是HDL大于1.5这一点 包括第三点就是甘油三脂除以HDL小于0.8这点呢都是符合的 因此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血液测试的数据的 那么保险公司呢其实是应该硕保它的而有很多的这个实验发现呢 当我们人采用低碳生酮的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以后 以上的三个标准呢都会有一定的改善 好总结一下低密度脂蛋白LDL其实并不都是坏的胆固醇 真正坏的胆固醇是LDL里面的糖化跟氧化的部分 由于普通测试的不确定性 我们不建议用总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数据去判断你的健康情况 而建议用甘油三脂跟HDL这两个数据 通过以下的三个标准来执行 如果你的甘油三脂小于0.5就是健康的 如果你的HDL是高于1.5就是健康的 如果你的甘油三脂除以HDL是小于0.8 那么你也是健康的 而避免形成体内的LDL糖化或者氧化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采取低碳生酮的生活方式 让你的平均血糖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低水平 你的体检数据如何 它有没有真正的反映你的健康情况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Mark 欢迎大家关注下世代生活